- 《亥隱夜中2》近期终于正式播出啦 引人注意的是这次少了鬼鬼与耗子 不过来了许多新成员 其中路西派在第二集预告中 对于客人的问题问三不知 帮忙整理做面时还弄得一团乱 被网友封为根本是严佑婷2.0 引人注意的是22日颇宗康与莎莎出席活动时 莎莎表示路西派一开始非常不熟悉节目 甚至差点就要掰了节目 情况最像是当初又停退出一样 不过后来表现大翻转 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虽然有点辛苦 但她现在却是最让大家跌破眼镜的人 而妥宗康则表示 因为路西派没有做过实境节目 她也想要努力表现 经过不少讨论后 路西派慢慢知道要做什么 自己非常傻眼 她后来大逆转的表现 片段一出让不少粉丝纷纷表示 真的超级期待 路西派后面的大翻转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